今天来说说美国恐怖片野蛮女人 乳华是一个婚聚与圣山老林的室外野人 擅长使用牙齿打野 生活在一起的族人在一次战斗中被杀 只有乳华一人存活了下来 一路逃玩的乳华幸运的发现了一处安身的洞穴 从出生时候就被人丢弃了乳华 从小就和野人和动物小伙伴玩在一起 这也使得他全身上下 散发出一种野性十足的味道 老李一家五口居住在这片丛林的领终大物 一家五口表面上看起来幸福开心 实则他们生活当中男人的精堪比和尚 一次老李打着丛林打野 意外的发现了正在进生的乳华 顿时被乳华神中塞满出的野性味道所吸引 于是一路跟着了在乳华所居住的洞穴 此时此刻 他脑海里邪恶的想法已经生出的刻在脸上 啪啪啪 回来后老李要求他们四个人把地下室整理一下 为什么无缘无故要整理地下室呢 四个人也是一脸懵逼 第二天一早天气好晴朗 处处好风光 打算处理成烈的乳华 被早已等候多使了老李用鱼网困住 摄影机的镜头被打爆了 善良胆小的大姐姐在客栏上经常肚子疼 莫似有了怀音的镜像 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小弟弟 也没打篮球输给你同学 故意把口相当放在同学的书籽上 还假装生生的帮忙 凯旋偶尔的老李把乳华掉了起来 双脚也套上锁链 轻拂着他的美顺肌肤 拨弄着他那稻草似的头发 四目深情的对望 还有那俩人的厚嘴唇 这个时候是不是改做了什么呢 哎呀 没吃早餐的乳华把老李的无名字咬了下来 这种吃法能够使魏蕾最大限度的体验到血肉交融的快感 老李当然不高兴了 啪啪啪挤巴掌之后又玩起了打枪 这个强声会使人出现短暂性的耳眉 为了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老李带着一脚四口来到机家室 要求所有人分工合作 想把乳华驯服成文明人 世人又是一脸懵逼呀 老李的目的已经很明显 信服是假 信奴是真 残忍虚伪的老李 逆来甚瘦的人妻 善良胆小的大姐姐 残暴自我的小弟弟 以及天真无邪的小妹妹 组成了一个表面上幸福和谐的五口之家 天真无邪的小妹妹会躲着其他人放歌给乳华听 老李会莫名关心善良胆小的大姐姐 好像两妇女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样 懦弱贤惠的人妻经常被老李家暴 老李就是家里的霸王 唯一胜得他心的 就是有其妇必有其子的小弟弟 小弟弟有事没事就喜欢偷窥地下室的乳华 为了使乳华看起来更加乳华 老李早上帮乳华晋升一下 还当着人妻的面 用弦猪手对乳华进行肉体上的推拿 在老李的隐微之下 人妻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平时已经被家八惯了 由于地下室光线太暗 看不清楚乳华的美貌和甚至 老李决定来个碰撒式的晋升 几十秒的狂叫之后 善良的大姐姐实在看不下去 马上把机器关掉 事实的乳华 竟然说出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单词 PLEASE 众人又又是一脸懵逼啊 晋升之后 人妻按照老李的要求 给乳华穿上美美的衣服 看起来果然别有一反认为 接着老李很亲自动手 为乳华吃饭 看起来就像是自己的小倩一样 晚上睡觉的时候 全身细胞都在躁动的老李 打算去地下室卸一下火 而同床共振的人妻也早已心知肚明 躁动不安的小弟弟 也发现了溜出去的老李 于是跟着来到地下室 没有一句台词 没有任何前信 对乳华早已垂涎三尺的老李 在这一刻进行了释放和爆发 这一切都被外面的小弟弟看在眼里 和大部分人一样 只坚持了几分钟之后的老李 心满意足的离开地下室 回到通床共振的人妻被窝里 大姐姐也被身体不舒服 没去学校上课 放学后的小弟弟早早赶回家 带上一把铁钱 一个人流到地下室 和乳华玩起了豆腐乳的游戏 在家休息的大姐姐 听到乳华七弟的惨叫声 赶忙跑向地下室 至于什么叫豆腐乳 有图有真相 大姐姐被吓得娇曲一抖 赶忙帮乳华穿好衣服 老李一回了家 人妻就爆出了小弟弟的变态行为 没想到老李不仅没有责骂小弟弟 还翻译为荣 有这样的儿子 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一旁的人妻马上变得不淡定 表示受过了老李的冷漠和虐待 要带着两个女儿离开这里 结果人妻被老李一顿暴打 大家注意看左边的小弟弟 真的得意的微笑 右边的大姐姐 则一脸害怕的样子 由于大姐姐没去上课 老师直接来到家里进行家房 老李很有礼貌的把老师请进屋 老师开明健身说 根据大姐姐最近反常的表现 怀疑她怀孕了 询问老李是否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老李表示大姐姐没有男朋友 并且认为老师的意思 是他们家人把大姐姐搞怀孕的 一脸懵逼的老师一看不得进 准备开流 但是老李依旧生生叨叨 火气一公星 直接一巴掌把老师拍晕了 老李绑着老师的双手 一路拖行至狗舍 另一边的大姐姐拿到钥匙 把乳花放了出来 而小李也放出了一个畸形的怪物 这个怪物不是别人 而是他的第一个孩子 这个畸形从出生开始 就一直被他囚禁起来 直到今天 这个畸形的孩子 才吃到了第一顿 很有人生意义的肉财 而且还是李老师的肉财 惊醒过来的人气溜落出来 正好撞撞放出来的乳花 结构当然是成了乳花的肉财 这个绝体早已注定 对老李的逆来迅速 才造成他现在这种 可悲可痛的下场 只能说哀起不信 怒起不准 而一旁的大姐姐 只能惊恐无助的看着 大开杀着的乳花 又三两下把小弟弟解决掉 最后 老李也拿到蚕死的命运 被乳花一早杀人掏袭 去了野兽那里掀盗 准备开流的大姐姐和小妹妹 撞上了杀过来的乳花和激情 天真无邪的小妹妹 说要请乳花喝水 刺激了乳花 也发现了大姐姐已经怀孕 接着带走了小妹妹 不想要打群杰无瑕的心理 早已无悔不堪的追悠 最后 无意无合的大姐姐 也跟着乳花走了 看完后 我只想说 这是一部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影片 讽刺的是男权主导的社会之中 女性地位的底下 以及对自认为唯美的人 披着唯美的外衣 强行改变他人生活方式的强烈谴责 最后掏用一句老话 女人能顶拜每天 就像你的妈妈一样